第四千五百零三集 面对着神武殿强者狐疑的目光 叶辰眸子一宁开口道 我是在想 这远古凶兽突然袭击 背后的原因 原因 神武殿强者一愣 叶辰眼见对方上钩接着道 不错 打上山门只是为了杀人 这放在谁身上也不会相信的 除非他另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啊 这 神武殿强者也觉得叶辰的分析有道理 叶辰话锋一转 赶忙大声问道 这囚禁的人可有异常 神武殿强者眼前一亮 多谢兄太提醒 这人一定是冲着神武囚王塔内的 那个女人来的 不过神武囚王塔有禁止 她暂时应该发现不了 我这便去提醒太上长老 以防敌人的轨迹 不等叶辰开口 神武殿强者的身影 便是向着神武殿太上长老的方向跑去 太上长老 我发现了 待到叶辰想要下杀手之时 神武殿太上长老的目光 已经闻声而至 糟糕 若是这家伙说了 担保这神武囚王塔内会有所戒备 就在叶辰思量破局之际时 耳边却是响起了 世命名兽的声音 有名之印 爆 旋即那奔袭而向神武殿太上长老的强者 先前一声大喝 他已经是引起了全部人的注意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丝灰色烟雾 自其口鼻之内溢散 一声巨响 整个人化作了一滩血泥 不复存在 而那爆炸产生的深坑处 以丝丝幽名之物生腾而起 随着世灭名兽的一阵狂笑 下方人群之中 遍地开花的声音 接耳连三地响起 短短树息之间 五六位修为高深的百家境强者 便是纷纷化作一滩滩的血泥 原来如此 是先前那场雨 夜沉脑海里 响起了在亭台之时 那绵绵的秋雨 当时流淌在手掌上的雨滴 就是被他留了个心眼 用鸿蒙打星空隔断了 若不然 此刻的自己 也该暴体而亡了 游明之物 起 仅是瞬间 无数强者 以及神武殿弟子门徒 纷纷暴体而亡 原地残留的游明之物 似是贪婪地 吸收人体的血肉精华之力 开始滋生蔓延 刹那间 原先一片黑暗的世界 被充斥得灰雾弥漫 世面明兽指尖 再次燃起一丝灰芒 玄奇残忍的笑容扬起道 无尽岁月 神武殿已经落寞到了如此程度 昔日因果 今日了结 夜沉感知禁至许久 固然没有动用镇字诀 还是破开了禁至 找到了神武囚帮塔 眼见入口处有几名强者之首 刚欲动手诛杀 身后却是同时响起了惊天乍象 成片的幽冥之物 顷刻间炸裂 饶势处在外围的夜沉 也是来不及动用 愿望天星和沉悲守护 只感觉喉咙一甜 被爆炸的余波 送入了神武囚王塔内 身后的世界仿佛被终结 药木的光芒撕开了苍穹 将日月都笼罩了去 这一击足以灭视 一时涣散的弥留之际 夜沉听到了一声沙哑的呼吓 满天血雨 不知过了多久 夜沉在剧痛之中 咳出了一口鲜血 那滴滴坠落的阴红 将脚下的废土生生啄穿 这是燃烧精神力和魂力的夜火 茫茫焦土之上一望无际 紫色的鸿蒙气息 在这无日月之光的世界流转 将时光镌刻永恒 这鬼地方还会吸收人的灵力 夜沉惊骇地发现 自己的丹田之内 灵力在不断流逝 而这奇异的空间内 吸取的灵力化作天地之力 滋养着此处的紫色鸿蒙气息 不对 这里给我的感觉 像是鸿蒙古法中的力量 难道这里和三十三天 鸿蒙古法有些联系 一阵阵进风呼啸而过 夜沉的肉身之上 截起了一层冰霜 将他的行动变得迟缓起来 冰火两重天 吸收汲取我的灵力 紫色鸿蒙气 燃烧精神力 冰霜冻结肉身 夜沉暗叹一声不妙 天雪芯被送来此处的时候 可是被囚禁状态 也就是说 时间一久 必死无疑 按照这等速度 我的灵力只能维持不到一天 必须赶快找到天雪芯 与此同时 神武殿地界之上 一切化作尘埃 连那标志性的大殿 都是不复存在 一朝 神武殿近乎覆灭 就连阴魔圣殿派遣前来 助阵的高手 都是进阶殒灭 就这般能难 世面明兽的身影 立身于虚空 俯瞰脚下的茫茫废土 这一切都不复存在的快感 让他心情畅阅 孽畜 胆敢在此撒野 所有强者 以及弟子门徒 进阶死绝 幽冥之物被引爆 瞬间将天宫之地的 绝境天蝎山 都是整座生生着穿 如今这神武殿 亦是相同的下场 除了不远处熠熠生辉的 神武丘王塔 这一地标性建筑 其他进阶化作尘埃 连刺目的日光 似时都不敢招惹 这幽冥之物 不敢洒照在这一片天际 灰雾连天的神武殿上空 两道人影飘身而立 血色的长袍 任由幽冥之力灼烧 仍是完好无损 在他的手中 奄奄一息的神武殿 太上长老气息虚浮 阴摩圣祖一直轻轻点在 神武殿太上长老的眉心 升级即将断绝的老人 缓缓开始恢复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当年魔族的家伙 想不到神武殿身为人族 竟是向魔族臣服 看来这小子能活过这么多年 苟烟残喘至今 是你搞的鬼吧 世面名兽眼神一宁 在这血色长袍家伙的脸上 他看到了一丝淡定与从容 阴摩圣祖沙哑的声音开口道 这里已经不属于旧日时代了 终日已经灭亡 来自幽冥地狱的凶兽 我原先以为 这一族已经灭绝了 没想到还能看见活物 臣服于我 可饶你不死 阴摩圣祖的声音之中 充斥着难以抗拒的命令色彩 就凭你一个天均静的家伙 你族中的老家伙 也不过是我的食物而已 世面名兽气势上 分毫不若下风 一只无尽岁月囚禁的困兽 也敢在本座面前撒野 莫不是以为 我看不穿你的手段 当年的神武殿护踪大阵 你便是吃过哑巴亏 所以这次有备而来 施展了幽冥之物 你残存的力量还有多少 连击杀三头黑龙 都需要借助血脉压制的家伙 敢在本座面前逞凶 阴摩圣祖节节一笑 望向世面名兽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狂热之色 这样一头昔日的天均级别凶兽 若是收服 对他而言乃是一大助力 即使这盘棋 他胜算会更大 圣祖 我方才感应到 神武丘王塔内有人闯入 细细缓缓稳定的神武殿 太上长老 对着阴摩圣祖轻声闹 血色长袍旋即转身 望向不远处那巍峨毅立的巨塔 轻声开口道 此座聪明的轮回之主 你去神武丘王塔内 把夜沉擒下 与此同时 一阵稀稀苏苏苏的声音响起 一眼望去 二十余位黑衣人从四面八方赶来 对着虚空之上的血色长袍 跪地恭敬的跪拜道 参见圣祖 沙哑的声音回荡在神武殿地界之上 你们 前去协助神武殿太上长老 一同缉拿夜沉 这头孽畜 交给我 化作中年人的世灭名兽 一声怒吓 显然面前看起来 无比年轻的家伙 压根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旋即撕裂虚空 一道携带着 无尽法则和地狱力量的一击 狠狠拍向阴谋圣祖 躺避挡车 不自量力 沙哑的声音不屑一顾 血色的长袍 仅是一个侧身 躲过了世灭名兽 试探性的一击 就在那中年男子 闪身而退的瞬间 阴魔圣祖鬼魅般的身影 却是飘身向前 极快的速度 令得世灭名兽 闪躲不开 看似轻飘飘的一掌 结结实实印在 中年人的胸膛之上 与先前神武殿太上长老 交手势截然不同 阴魔圣祖的一掌 仿佛破开了虚空的规则 却又大道质简 拍得世灭名兽身形 倒飞而出 重重砸在地面 但那化作中年人的 世灭名兽再次起身 嘴角点点阴红溢出 再次扫尸 却是发现 先前那一众人影 与神武殿的太上长老 身影早已经消失不见 意识到眼前 这个对手的难缠 世灭名兽 便是打算使用全力应对 掌中双刃显现 那两根本原獠牙画作的弯刃 站出寒芒 向着阴魔圣祖划去 画面回转 一路行进在神武囚王塔内的夜尘 时时刻刻都在调动体内的灵力 抵抗着绝境的鸿蒙气息 夜尘尘尝试过 动用鸿蒙打星空 不知是属性相似 还是什么原因 确实没有任何作用 那是 终于在进行了一个时辰之后 夜尘发现了空间风暴乱流 在那风暴的中心之处 一股莫名熟悉的波动 隐约传来 随时都是有可能绝灭 天雪心 夜尘脸色涌现出一抹狂喜之色 旋即不再犹豫 一头扎进了风暴乱流的中心 一个人影 在那风暴中心被不断地割裂 那不断被黑暗吞噬 又显现的身影 已兴万分消瘦 赋予身躯之上的白色裙摆 早已化作尘埃散尽 在夜尘面前的赫然 是一个通体赤红的血人 感受着眼前的人影微弱的波动 夜尘急忙上前 八卦天丹术法 和天仙金里超施展 柔和的治愈之光 笼罩在血人的身躯之上 旋即轻轻抱起面前的人影 脱离了空间风暴的乱流切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